我们都知道甄嬛传中是讲述了后宫争斗的剧情 而甄嬛从刚进宫的时候的单纯文婉 到最后的霸气和睿智 不得不说是这当中甄嬛经历了人生各大剧情 从丧父中的孩子到身边的人都走得七七八八 再到沈梅庄的去世换币的去世 已经自己亲手送取毒药的果俊王 都是人生的种种不幸 也正是这样的经历 使得甄嬛性格以及对皇帝的态度种种变化 而这一切还是要从甄嬛准备生非开始 皇后是一个隐藏的最终敌人 靠着自己是皇后尊贵的身份 对她都是要客气万分 毕竟封建社会的主次之分还是非常明显的 而皇后人前也是各种装好人 给人一种气量非常大的错局 以至于聪贵的甄嬛还帮着皇后除去了华妃 华妃死前甄嬛也是见证了她的内心活动 对于皇家的种种争动 也是确实没有太多的想法 只想着自己的孩子平安自己 也是平平淡淡就好 但是此时已经没华妃的牵制的皇后 怎么会放过甄嬛呢 皇帝赏赐用来册封的服装被无辜弄坏 这显然是有人动了手脚 而内务府的人给了甄嬛一件新修好的衣服 这衣服就是纯元皇后生前最喜欢的衣服 但是甄嬛确实不知道 也是因为这样让皇帝大怒 本身皇帝喜欢甄嬛除了她的聪贵性格 更重要的是皇帝一直把纯元当作自己的结发妻子 而甄嬛各方面都长得像纯元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怀念 而此时甄嬛穿上这衣服 显然是皇后有意而为 甄嬛也是看清楚了皇后的面目 但是要知道甄嬛身边的丫头 锦西也是知道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说呢 锦西当年是侍奉纯元皇后的丫头 怎么会不知道这衣服的来历呢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分析下锦西为什么不说 首先锦西对甄嬛是非常忠心的 而当年纯元皇后也是对锦西有因 如今甄嬛是一个非常好的主子 看知道这衣服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皇帝为此会生气 相反她觉得甄嬛如果能以为 这样衣服让皇帝更加宠爱 可以动摇皇后的位置 要知道纯元皇后的死因 和她这妹妹是不可分的